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欢瑞官网更新,袁冰岩再退一位,网友,还的是诚意任嘉伦 欢瑞据说是下一局的大旗 有多大的网友不知道 但从他走旗的每一步,你也能看出一二 一是积极转型,这家一项与古玩木偶剧结缘的老公司 又开始了几部新剧的创作 即将播出的电视剧《权益不再走古代傀儡路线》 而是开始讲述党组织考察,选拔基层干部的故事 这与郑武阳光的新剧《县委大院》中 新任区委书记梅小哥上任后的故事大致相似 也让网友猜测,欢瑞是不是想靠近郑武阳光 当然,除了积极转型,欢瑞的老业物线也没有倒下 除了古装木偶剧《陈香如谢山河明月》 大IP《长安爵大法师》也在筹备中 当然,最引人关注的还是欢瑞的定期招聘 在秦俊杰、杨子、白叔相继离开后 欢瑞开启了新的招聘模式,而不仅仅是影视演员 他的七大娱乐场台也一次次正式宣布爱豆 可以说是两面开花 在欢瑞工作人员频繁变动的情况下 他的官网艺人排名也发生了变化 曾几何时,杨子和白叔并没有离开 艺人以杨子为首,任嘉伦、陈毅、影儿、侯梦瑶为第一梯队 袁冰岩领衔第二梯队,与张瑞、寒冬、刘雪怡、白叔一起成为欢瑞的中坚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张雨夕还在第三梯队,与赵英子,旋路同级 之后,欢瑞又重金打造了官网,旗下艺人也都在手机上玩了 但在网民心中,杨子早已被解放,紧随其后的试任嘉伦和陈毅 也是在这个时期,张雨夕从第三梯队一月而上,紧挨着陈毅,成为杨子之后的女艺人二把手 反观袁冰岩,不仅因张雨夕的插入靠后一位,还被调到了寒冻之后 之后杨子离开欢瑞,官宣当天欢瑞官网便将其移出 欢瑞的头部艺人彻底换人,游刃嘉伦领衔全场 作为女艺人中的排位第一,张雨夕也被封上了欢瑞一姐的头衔 只是论资历不如影儿,侯梦瑶,论人气不及袁冰岩的她,这个头衔并不受网友认可 不过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 李小冉签约欢瑞,再度让排位发生变化 李小冉虽然是空将,但以她在娱乐圈的人气地位显然不会从基层做起 欢瑞给她安排的位置也很巧妙 在张雨夕之前,却在任嘉伦成衣之后,让粉丝不禁感慨,还得是成衣,任嘉伦 李小冉位置的排部,无疑坐实了她欢瑞一姐的位置,也让袁冰岩的排位再退一步 不过对于袁冰岩在公司的排位,粉丝并不关心 于他们而言,配位只是虚名,真正的人气早就不言而喻 也有人称李小冉的空将对成衣也有不小的影响 虽然目前双方没有交集,但欢瑞拿下这个75花,必定会以不少资源为条件 届时几位头部艺人都将受到影响 不过目前谈这个显然为时尚早,欢瑞正在积极转型 未来的变动应该不会少,官网排位或许也将实时更新 但只要有扎实的演技,以作品说话,无论排在哪都会有人记住 比起几位头部艺人,还有不少网友把焦点放到欢瑞几排目为艺人身上 他们有些出道多年,也尝试过不少角色却不受待见 譬如灵元,白雪,喜雪等 有些则是签约不久,或许将成为欢瑞今后力捧的对象 比如黄毅,孙泽源,杨希子等。2022年,注定是精彩的一年 欢瑞究竟准备如何安置这些艺人,且看他的下一步棋